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介绍的是历届考题赏西 那么本单元我们介绍布阿松分配的性质 我们现在截取的是公务人员出等考试的一个选择题的考题 让各位同学了解布阿松分配在这个考题里面 他们是怎么样出的 来我们看第一题 已知周末时平均每15分钟会有6辆车到汽车场 那么它的话呢是在布阿松分配的情况之下 接下来5分钟会有5辆车抵达汽车场的几率是多少 选出最接近的数值 我们要在做这个布阿松分配的情况之下 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平均数单位 这个Landa要找出来 那现在题目是每15分钟会有6辆车 现在它是因为它服从的是布阿松分配 依照等比例的算法 5分钟 那么请问一下Landa平均会有几辆车呢 15分钟会有6辆车 那5分钟就除以3 所以Landa是多少 我们可以算出来了 Landa是2 好那题目是说会有5辆车 以Landa等于2的情况之下 X等于5的几率是多少 算这个啊 我们可以用Excel 也可以用查表 如果它没有查表 那么我们只能够采用的是公式的写法 那么公式其实并不麻烦 我们把公式内容写出来 这是X阶层 这是1的负Landa 这个是欧拉数 这是Landa的X四方 好那题目是什么 题目X是几呢 是5 所以这边是5阶层 1的负Landa 那就是1的负2 再过来是Landa Landa是几呢 Landa是2 2的几次方 2的5次方 这个数字最接近哪一个字呢 这边是0.1 这边0.03 这0.1 这0.1 这看起来的话呢 是都很小 那我们来计算好了 5阶层是几 我们的话呢 要准备一下计算机 这个1啊 1大概是多少 1大约是2.71828 但是我们用2.72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数字 分母5阶层 5阶层 5乘4乘3乘2乘1 所以是120 上面那个是 2的5次方是32 1的负2次方 1的负2次方 其实我们这样可以写 这样写啊 2.72 2.72 如果我们没有用工程机 用计算机 我们就这样做就好了 32除以120 32除以120 再除以2.72 再除以2.72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0.03604 0.03604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发现这个数字最接近 所以这题答案是 B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某篮球选手 罚球的命中率是 0.9 我们一看到命中率 罚球就代表的是 不是中 就是没中 好 那么且每次投球 互相没有影响 则其罚球十次命中的次数 会服从哪种分配 罚球十次命中的次数 X代表的是命中的次数 那么 什么分配呢 不是中 就是不中 C 拾取 X 假设命中 X次 那么我们命中率是 0.9 0.9有几个呢 有X个 那么0.1的话呢 有几个 10减掉 X个 这是什么呢 这是二项分配 那我们要注意的是 不是说在这个单元里面 讲布阿松 就一定答案就是布阿松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要顺便要介绍一下 因为哈的写法 这是一个布阿松 是法国人 那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只能够用翻译的 所以 有的写的是普松 有的是阿松 那都没关系 我们要记得 布阿松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它是一个 出现的几率 其实是很低的 而且非常随机的 那平均上来说的话呢 我们只知道说 在一段时间之内的平均 是多少 那这个地方来说 那这个地方来说是一个二项分配 那我们就要填 第一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某市政府的市政调查的查询专线 上午早上的话呢 9到11 这是9到11 街道的四数是服从布阿松分配 9到11 我们就记得 9到11的话呢 是服从布阿松分配 那么平均是每15分钟 几通呢 3.5通 那现在题目来了 现在我们是什么说了 这个是3.5 然后是几分钟 15分钟 这是我们的平均的 那么现在一样的道理 9到11点之间 该专线平均会接到几通电话 布阿松分配的话呢 只我说等比的一个观念 时间拉长 那我们的平均数就会提高 那么现在这个段时间 是几分钟 这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那有几个15分钟 一个小时有四个15分钟 那么第一个 3.5 这是一小时是多少 是四 再过来 两小时再乘二 这是多少呢 这是 七四七二十八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在 9到11点之间 平均会接到几通电话呢 28通 再过来 早上9点到9点15分之间 这是15分钟了 未接到任何一通电话 未接到任何一通电话的话 那就是第二题 0 它没有接到任何一通电话 它的题目没有给我们表 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资料 我们就只好用的是公式写法 x的阶层就是零阶层 1的负Landa Landa是多少 Landa是3.5 1的负Landa是负3.5 再乘上多少呢 Landa是3.5的x次方 x次方零 那么我们要知道零阶层就是几 1 那么1的负的3.5 我们照写 因为我们没有工程用计算机 所以没办法算 任何数的零次方是1 所以是负的次方 我们把它放在下面 我们把它画到最简 1的3.5次方分之1 这就是我们的计算出来的答案